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介紹一個 小鼠解鶴 來療去濕 最適合7月7日小鼠飲的湯水 冬瓜荷葉百合湯 大家看看有什麼材料 首先將生意米 和赤小豆白鑊炒一炒 炒香就可以了 大火或者中火 如果大火要不停地攪拌 聞到香味的時候就可以熱不起 你可以一次過炒多一點 下次又不用每一次都炒了 我來將豬肉濕溫水飛水 這個湯水大致上所有材料我之前都煮過 最特別的就是荷葉 我今天想和大家說一下荷葉有什麼功效 荷葉有新鮮荷葉和荷葉乾 乾的荷葉就沒那麼寒涼 我就會建議用乾的荷葉 荷葉有燒暑、利療、去濕 幫助我頭痛、頭暈 去水腫和散魚止血的功效 看到畫面我們將生意米尺小豆和白鑊浸 15分鐘 而熟二米一會兒沖洗就可以了 畫面看到的灰冬瓜 表面有層白色的粉 你就用白潔布擦一擦就可以了 冬瓜湯我之前都煮過兩次 功效都講過了 這次簡單說六大功效 它的功效有 乾脂減肥、清熱解暑、養顏潤敷 防止高血壓、防癌、抗癌 還有可以護腎利療的功效 今天利療去濕的材料都比較寒涼 所以我會放幾片薑去中和這個湯水 赤小豆有利水、消腫、解毒排龍的功效 看畫面我們這些荷葉就要沖一沖洗 畢竟乾品可能有少少灰塵或者昆蟲仔在裡面 洗一洗之後用熱水浸軟就可以用了 之前很多人問過我生意米為何要炒一炒 其實用熟二米就可以了 其實生意米和熟二米的功效是不同的 生意米的功效是清熱去濕排毒和去水種 熟二米就是健脾止瀉的功效 最後一樣材料就是白盒 白盒有潤肺止咳、靈心安神、補中益氣、清熱利尿、清熱解毒、健脾和胃的功效 最適用於肺熱咳嗽、失眠多夢的症狀 小鼠就快到了 今年2019年的農曆六月初五 即是西曆七月七號就是小鼠 有小鼠有大鼠 月初就是小鼠 月中就是大鼠 小鼠的意思是指天氣開始炎熱 但未去到最熱的 所以暑假暑假 香港就是放暑假 就是最熱這兩個月 連馬會的馬都要休息 可想而知有多熱呢 小鼠是24節氣的第11個節氣 也是人體陽氣最旺盛的時候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三伏天 我之前有做過天咎 就是這段時間 一年最熱的時間 和最冷的時間是做這個天咎 特別適合那些烤喘、鼻敏感、氣管敏感的人做的 如果你有移民的可以問你雙熟的中醫 小鼠大鼠就快到了 大家要煮適當的去濕解毒 消鼠的湯水喝 去戶外記得不要被日後曬到自己頭暈暈 記得戴帽或者戴傘 或者去陰涼的地方 補充身體裡面的水分 今天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冬瓜荷葉白合湯 如果喜歡我的食譜 歡迎訂閱我的免費頻道 下次再見 拜拜